许多人专门来到佛珍尼亚洲海滨市 为了要试图拆穿海西的骗术 不过呢,大多数都是失望而归 更有一些人从此就相信 并且要求海西为自己做解读 哈喽,欢迎收看狗狗安娜 今天我们来看另一位 在20世纪著名的预言家 有着睡梦先知之称的 爱德加·凯西 Edgar Casey 凯西呢,是生于19世纪的1877年 在美国霍普京市的一个农庄出生的 在年幼的时候 已经显出一种特别的超自然感知能力了 她是能够在无异色的睡眠时间里面 阅读不同的事件哦 在她的一生当中啊 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 来自世界各地 以信件来寻求她的帮助哦 不过呢 凯西对人进行的解读 跟是否认识那个人是毫无相关的 她们可以完全是陌生的人 来自地球的任何地方 只需要知道她们的完整名字 出生日期跟地点 凯西就可以准确地描述她们的周围环境 以及个人的性格、脾气、尊常跟缺点 甚至啊能够追溯到她们的生生世世 以及展望、预言未来 还有啊 凯西就曾经预言过各种世界的大事 比如是 她曾经在1935年的10月 预告了欧洲将会出现大屠杀 而奥地利人、德国人 跟随后的日本人 也会参与这次的大战 这个就是预言二次的世界大战 德国的纳粹党屠杀柔太人 跟日本的南京大屠杀 而在1920年代呢 她还预告了美国将会出现种族冲突 而时间点是在50到60年代发生的 在1939年呢 凯西还曾经预告了美国将会有两位总统 在任期期间死亡 这两个事件相信大家都知道吧 并且她还知道 第二位死亡的总统呢 会由另一位黑帮的成员接任 还有比较有趣的一点是 虽然啊 凯西在世的时候 相信了一些跟基督教教义像一辈的事情 比如啊 她在世的时候经常用水晶球 也相信轮回的学说 但是也不能够否认 当时代的基督教 在这一方面的教导 仍然是处于非常贫乏的年代 因此啊 大部分的主流教会也都非常的接受到 并且呢 在凯西的一生当中 她自己也不停地声称 自己是一位艰辛基督的信徒 每个礼拜都会参与教会的聚会 并且声称 她明年坚持读完圣经一次 她也相信自己的预言能力 是神赐给她的恩赐 在年轻时候的凯西呢 她自己的人生规划 是成为一名摄影师 并且啊 赶快结婚 并且有趣的一点是 当时她自己并不知道 处于无异色的状态下 自己到底说了什么 不过呢 在当时见证这些异常现象的林医生 却有了一个想法 她要求凯西帮助她逝世 折磨她多年 众多的医生也都无法治愈的胃部毛病 凯西虽然怀疑自己的能力 但同时她也欠林医生的一个人形 于是就同意为林医生做一个解读 来满足她的好奇心 而在这个实验当中呢 躺在沙发看似睡着的凯西 以正常的语言 精准地描述了症状 并且推荐了包括草药 食物 以及锻炼的方法 随着状况的好转啊 林医生对凯西的能力 更加是确信不疑 而且啊 林医生的想法还更进一步 不断地让凯西诊断自己的病人哦 不过呢 在凯西的感觉 她觉得自己 是处于一种无法控制的状态 因为她马然不知的 这些所谓解读的原理跟正确性 只有上过八年学的她 对医药 诊断 也是一笑不通的 更糟糕的是 她根本不知道 失去意识的自己 到底讲过什么 除非啊 是有时候林医生 把记录详细地解释给她听 不过呢 凯西一方面 只想过一个普通的生活 有家庭 有基督信仰的生活 而林医生呢 只是会宣凯西 说她可以用她的才能 来帮助别人 最后啊 凯西统一在两个条件下 继续跟林医生免费合作 第一个条件是 如果他们发现在催眠当中的凯西 说讲的话对任何人有害 他们将会停止解读 第二点是 林医生应该知道 凯西的第一职业是当摄影师 不过因为持续增加的解读要求 凯西放弃了她的摄影工作室 开始为到她的意愿 寻找致敬的支持 他们也开始接受 要求解读人的赞助 但是啊 他们永远不会拒绝 无法付款的人 经过了一段时间 有人愿意赞助实现凯西的一个有意愿的梦想 而其中有一些人呢 想让意愿设立在芝加哥 而还有另一些人呢 想让意愿设立在俄亥俄州的戴藤市 可是呢 在凯西自己 多次的无一色的解读 早就已经预告了 意愿应该设立在佛吉尼亚州的海滨市 最后 一个来自华尔街的纽约商人 初之在佛吉尼亚州建立了医院 随着年龄的增加 凯西在清醒状态的特异能力 也有所加强了 有一次啊 她在室内突然感到了莫名的悲伤 她知道啊 在欧洲的战场 有三位同教堂的年轻人回不来了 她还可以看到围绕在人体周围的光环 根据这些光环 凯西可以察觉到 一个人的情绪跟身体的状况 在不久以后 凯西的名气也随着她的灵异的增加 也不断地让更多人知道她的存在 而同时呢 不相信她的人也越发地增加 许多人专门来到佛吉尼亚州海滨市 为了要试图拆穿海西的骗术 不过呢 大多数都是失望而归 更有一些人啊 从此就相信 并且要求海西为自己做解读 其中有一个忠实的天主教作家 托马斯·苏格鱼 就抱着为了曝光 凯西轨迹的想法来到这里 结果最后啊 他却成就了第一本关于凯西的传记 《一条大河》 此书啊 是在1943年出版的 还有当时最流行的杂志 派出了一名记者去调查 同样最后呢 他的文章 《否则尼亚宾海市奇人》 却是让凯西更加的扬名 这二战时期 要求进行解读的信函 电报 成对的涌进凯西的家中 尽管解读本身一再警告 凯西每天不要重复做超过两次的解读 否则将会对她的身体造成严重的损害 不过凯西为了那些急需帮助的病人 那些招心战场儿女安全的父母们 当时的凯西每天进行了多达八次的解读 即便是这样 凯西所收到的信件 却把她的日程表 整整地排满了两年之后 终于啊 在1944年的春天 凯西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糟了 她对自己进行了解读 强烈建议她要马上休息 但同时呢 她的内心却有强烈的责任感 去给急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最终啊 中风把凯西击倒了 在1944年的9月17号 凯西为自己做了最后一个解读 在解读的内容里面说到 她需要休息 而当时在场的凯西夫人问到 需要休息多长的时间呢 而解读的答案是 直到她康复或者是死亡 终于 在1945年的1月3日 凯西去世了 用她自己所讲的话是 她走进了上帝的另一扇门 在凯西的一生当中呢 应验了各种大事件的预言 除了我们在影片一开始提到的预言之外呢 还有就是 印度的独立 1929年的经济危机 并且还有提前15年 预言了以色列的建国 还有呢 凯西对于传说中 沉没在大西洋的神秘大陆 亚特兰提斯情有独钟 在她一生的解读当中 曾经有数百次提及那个地方 她不仅详细地 赘述过亚特兰提斯的过去 还预言亚特兰提斯 将会在1968年升级 亚特兰提斯最早是 自于古希腊学者 柏拉图的著作 柏拉图指到 在她的时代之前的9000年前 大西洋曾经有一块大陆 有着发达的文明 后来在一夜之间沉入海底 而凯西自己呢 透过解读 认为当时的文明发达的程度 已经超过了今天 但是 由于人的贪婪 被自己的科技造成的地震 跟海啸所毁灭 大陆因而沉入了海中 她还有提过 而在1968年 人们在偶然当中发现了 位于大西洋 巴哈马群岛 比米尼岛海域水底 用方形巨石建造的道路 人们把它称为比尼弥通道 这一个发现啊 使得人们想起了 凯西的预言 因为她所描述的亚特兰提斯 正是覆盖于这一带的海域 难道 比米尼通道 便是亚特兰提斯人 所建造的吗 凯西所预言的真实意思 是指到 人们将会在1968年 发现亚特兰提斯文明的线索吗 也许在未来的人们 能够把这个预言 画上一个答案吧 凯西还预言过 在未来的俄罗斯 将会成为自由之邦 美国的朋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她对于中国 有一段引人深思的预言 她预言呢 中国将会有一天成为 神信仰的发源地 是适合人类的 关于这一点呢 由于文化的考量 西方的学者并不敢推断说 基督教将会在中国盛行 从字面上理解 他们认为中国将会出现一种对神的信仰 中国将会成为全人类共同信仰的摇篮 我们再来看一下凯西生前最引人注目 但是还未应验的预言吧 就是他预言到 在20世纪末 地球将会开始出现地轴转移的线照 以凯西本身并非科学家跟地球学家来讲 能够在90年前讲出地球会出现地轴转移 并且地轴转移的出现原因 是跟地心活动有关的 如果说这些理论 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是否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啊 地轴转移的学说 是在近代60到70年才出现的 凯西曾经讲过 第一个出现地轴转移的线照 就是地球的地心 开始因为出现一些情况而粉碎 从而导致地球不同地区的板块 出现了上升或者是下沉 尤其是陷进远海的地区 将会下沉到海底成为海床的一部分 他跟曾经预言到 美国的东岸跟西岸都会下沉 日本将会有一部分下沉 而五湖区的水将会流干 并且直接流入墨西哥湾 美国东岸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床 将会上升 成为新的陆地 而地轴转移更会导致地球的气候改变 产生新的循环 凯西在当年所形容到 有关地轴转移将会出现的现象 确实在近年那也都急剧地出现 有关地轴转移 我们只能够从其他资料帮助去理解 因为在世界上 很少的人会接受地轴转移的概念 不过在这些少众当中 其中一位就是预言家 爱德加凯西 他所绘画的地图暂时是最可信的估计 而我们曾经提到Webots的有关内容 也是跟他的预言相当的吻合 那么爱德加凯西 是一位真正的通灵师吗 他是预言家 是先知 还是只是运气好而已呢 凯西的医生 出现了带着诸多难以解释的神秘色彩 有人对他的解读脆之若目 有人对他的预言 嗤之以鼻 对于凯西的质疑 大多是来自于他没有应验 以及应验率极小的预言 至于他是如何在睡眠当中解读 却是无数的科学家 心理学家都无法探究的事情 不管是质疑还是相信 凯西的一生 都是充满了传奇跟色彩 好了 那么这一集的提问是 你觉得凯西剩下来的预言 有哪一些将会应验呢 把你们的想法 在留言区告诉我们吧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出去吧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